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二热度和话题讨论度可谓是远远超过了同类型节目 尤其是陈咬春 张信哲等歌谈老江的加盟成为了无数网友兢兢月道的话题 不过好评之外呢也有不少的吐槽 当嘉宾更换频繁以及赛事过于混乱等问题不断的堆叠之后呢 我们的歌二第二季整个评分都是处于下滑趋势 就目前来看呢虽然依然是高于平均水准 但确实和第一集拉了差距的 这种情况之下老嘉宾反场就成为了不少观众最大的信员了 尤其是秦人参的呼声啊简直是高到了难以想象 李靠琴随便一条相关动态就能够迎来成千上万的回复 号召力可见是一般了 不得不说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旧场方式 让上一季的嘉宾反场相当于是强行给观众们微笑的定心丸 甚至节目的热度都会在短期之内迅速的回声 尤其是像秦人参这样的冠军组合啊 如果节目组真的能够把他们请回来的话 相信将会是第二季的最强助理 但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的歌第一季嘉宾现在情况各有不同 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港台歌手都不方便赶赴内地 想要邀请嘉宾反场谈会容易啊 不过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 这里可以告诉所有的粉丝一个好消息哦 秦人参组合已经确认回归节目了 一主持人林海独自暗示 这是最早也是最有利的证据之一 包括林海在镜头前的承诺 以及后续的微博发文的暗示都预示着 秦人参会有大概率会回归 二李克勤人在上海并询问网友想要听什么歌 作为天网级的歌手呢 李克勤显然不会无聊到六分啊 既然公开提问 如果说再次跟周深合作大家想听什么歌 那自然就会有地放逝 各位来说呢 这已经是足够证明了前身会回归了 但真正让粉丝兴奋的还是第三条线索 三我们的歌儿后台画面曝光 周深和李克勤再次碰头 在最新一期节目的最后的半分钟里面 节目组放出了下一期的预告以及后台画面 其中呢周深全力的出镜 并且和李克勤深情相忧 两个人呢像极了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这一报不仅体现出了周深和李克勤的友谊 更是实锤了秦深回归我们的歌儿 说实话能够再度看到秦深组合登上我们的歌舞台 这是绝对非常震撼的一幕了 第一季两个人完美的表现至今是历历在目的 每一次的舞台都是名场面 如今一切呢又仿佛回到了最初的样子 希望通过周深和李克勤的回归 能够让我们的歌第二集更加精彩 同时也期待节目组能够拿出更多精彩的内容来丰富节目 毕竟说到底呢新生社也只是飞行一期嘛 之后还是要回归到节目本身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电视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